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等地新冠死亡人数上升 决赛圈登榜微博热搜 赵立坚妻子 黄安等人抱怨缺医少药 中国体质优势何在 白纸运动被捕者杨紫荆的母亲接受本台专访 呼吁舆论声援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有关香港原产地标记意见 搅动美中竞争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疫情持续扩散 确诊和死亡人数激增 中国在缺药和国产疫苗效力受到质疑的情况下 美国 德国表态愿意提供疫苗协助中国抗疫 但中方却以整体可以满足需求而婉拒 有评论质疑 中国政府是死药面子活受罪 不顾百姓死活 以下是本台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14号表示 只要北京开口 美国愿意协助中国应对当前升高的疫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随即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称 中国有体制优势一定能够顺利度过疫情高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0号也表示 美国是全球COVID-19疫苗的最大捐助国 我们准备持续支援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人民之外 也包括其他COVID相关的卫生援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1号回应称 目前疫苗加强针的接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药品和检测试剂总体可以满足需求 中国和美国因为贸易战 科技战具有竞争的敌对关系 拒绝美国的好意或可理解 但是连公认立场亲中的德国 其总理总统相继表态 可立即运送数亿剂的德国制BNT疫苗 协助中国抗疫北京也没有接受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三周前就披露 尽管中国面临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挑战 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愿意接受西方国家的疫苗 这台中国异议人士龚宇健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独裁专制者的心态都一样 毛泽东时代大要近三年大饥荒 饿死了几千万人 国外也提出紧急粮食援助 被毛泽东拒绝 70年代发生数十万死的唐山大地震 当时外国也想提供救援 也遭到共产党的拒绝 龚宇健说 共产党是不把中国老百姓的这种人命 就是单成一条人命 就是把他们通通都是看作是那种蝼蚁嘛 第二的话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话 就是说那种家储不可外扬的那种死要面子 但是活受罪的那种心态的话就是一朗无语 龚宇健提到 本月中旬他看到推特传出 老年人大规模染疫高死亡率 北京殡仪馆大牌长龙 医院人满为患 民众买不到退烧药以及抗病毒药 便辗转向家乡的亲友求证发现 这不只是北京上海大城市的真实情况 连三线的小城市也是一样 是全中国正在上演的悲剧 令人愤怒 龚宇健透露 庶民在医药部门以及疾控预防中心工作的友人 一口同声地对他说 中国这种疫情爆发式感染 重症率死亡率这么高 足以证明中国制造的所谓疫苗 防护力非常低 甚至没有防护力 否则无法解释 因为在中国疫苗政策是带有强制性非自愿性 大白在街上抓人去打疫苗 抓得很紧 约有九成接种二剂 七八成接种第三剂 龚宇健提到 不少人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介意甩锅 白纸运动 没有共产党做不到的无耻之事 而民间另有一说 就是说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话 就是利用这种开放后的疫情的话 要让中国的这些老人们 就是说领退休金的老人们 要经过一次大的残酷的这种死亡 以拯救中国这个破产的这种养老金的这种系统吧 因为可能在共产党在习近平的眼中的话 中国的老年人已经不是财富 台大医院前感染科医师林士璧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批判 中国是完全忽视人命 视人命为草芥的国家 自认中国的疫苗有效 中药够了 疫情延烧三年了 连一个国外的疫苗都不批准 这种大中华的心态 没有办法用科学去理解 林士璧之一 明明死亡人数很多 他掩盖那个数字是什么目的 维稳吗 可是问题是 你就不能实际上让疫情透明 知道你自己到底做得好不好 其实这是整个政府的面子嘛 所以那些人命一条一条都是人命啊 很可怕啊 就跟一个天安门事件之后 他到底死多少人 零啊 没有人死啊 心态一模一样啊 很可怕啊 这根本没有任何认券的国家 林士璧强调 与病毒共存的重点 不是多少人确诊 而是要盯多少死亡 有无排挤医疗资源造成 别的疾病不该出现的死亡 及早诊断治疗很重要 前提是口服药 必须在出现症状五天内给予 以防止进展为重症 但中国根本没有西方的口服药 究竟中国需不需要外源的疫苗 林士璧给出肯定的答案 他说 他当然需要 可是他拉不下脸 疫苗他不想接受援助 药物他也不接受援助 他没有口服药上市啊 对不对 林士璧表示 与病毒共存必须要有大量的快筛剂 口服药 疫苗要有效 要打得够 尤其是对脆弱的族群 问题中国老年人口多少比例打多少剂 数据不清 即便中南山辩户 不至跟年初的香港情况一样 但香港不只有中国科兴疫苗 还有德国BNT疫苗 林士璧指出 中国制灭活疫苗不是完全没效 但针对奥密克戎防重症的能力缺乏数据 现况看来比西方mRNA的疫苗差 就算中国政府宣称四成老人打到第三剂 但仍有六成的老人防重症感染力缺乏 更重要的是mRNA的疫苗施打半年之后 效果减弱 中国制灭活疫苗更差 中国老年族群打第二第三剂 到底是多久之前 是否还具有防护力 都是大问号 林士璧提到 中国从强制要求民众天天排队做核酸 把PCR当水喝 急转弯为自行在家做快筛自主隔离 必须有大量的快筛剂 而且必须教育民众药怎么使用 台湾也曾经经过这转型的阵痛 但是从中国民众上街抢退烧药 就显示 他们对奥密克戎并不了解 一般只需要在发病时 服用三至五天普拿藤 根本不需要囤药 林士璧感叹 悲剧已经发生 若中国政府要借以怪罪白纸运动迫使解封 那就更应该公布真实的染疫死亡数据 以说服民众要回到以前封控维稳的状况 看起来他是想要一路不回头 他自己走下去了 反正就是零 中国式的清零 报告上是零 都没有任何人因为新冠死掉 言耳道理 太可怕了 哪个国家做出来这种事情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谢小华台北报道 冠冠防控政策突然松动 导致疫情蔓延 各地医疗挤兑 药品不足 死亡人数攀升 而针对美国 德国两国有关提供疫苗 协助抗疫的意愿 中方却至今没有接受 新年将至 疫情的发展尤为引人关注 有美国专家认为 中国疫情最艰难的时刻 还没有到来 以下是记者凯迪的报道 网络最新热传一份 中国国家卫健委 12月21号的会议纪要 其中估计 从12月1号到20号 中国累计新冠病毒感染人数 已达2.48亿 占总人口17.56% 20号单日新增的感染人数 就接近3700万 占总人口2.62% 并呈日渐增加的趋势 会议纪要还显示 全国各省级行政区中 北京 四川的疫情 分居第一 第二位 累计感染率均超过50% 对此 美国前沃尔特里德 露金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 林小旭博士告诉本台 这一数据应该是根据模型 估算出来的 我觉得只能参考说 中国的疫情已经达到一个 就是全国普传的这么一个状态而已 或者说是一种疫情的大爆发 我觉得中共还是在制造恐慌 另外一个也是在利用这个恐慌 林小旭博士认为 官方目前最担心的应该还是重症和死亡数字 以及医疗资源挤兑 而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报 中国12月21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仅为3030例 其中本土病例2966例 当日并未通报任何新增死亡病例 但据路透社援引健康数据公司 Affinity的估计 中国每天可能有超过5000人死于新冠病毒 这和中国官方的数据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中国确诊病例逐日攀升 各地都传出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状况 重症患者和死亡人数均大幅上升 有北京居民说 目前在北京的殡仪馆等候火化 甚至需要等一个月 对于中国目前种种防疫乱象 美国传染病学会发言人 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资深学者 阿戴尔贾博士告诉本台 这种混乱状况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因为中国政府从一个不承认病毒生物学的极端 走向了另一个同样不承认病毒生物学的极端 阿戴尔贾博士说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实施 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并获得西方的高效疫苗以及抗病毒药物 他还说 中国目前的政策是在两种错误的选择之间摇摆不定 但这两种选择都是罔顾现实的 中国国家卫健委21号的基要当中提到 12月1号以来 全国19个省区累计报告1100例感染者基因组 有效序列共发现12种奥米克戎变异株 主要流行的病毒株是BA.5.2 BF.7和BM.7 目前尚未发现传播力 治病力和免疫逃逸具有明显变化的新变异株 对于在中国是否可能会出现更危险的病毒新变种的问题 美国传染病学会发言人阿代尔贾博士告诉本台 该病毒总会出现新变种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会产生新变种的病毒家族 但他认为中国出现免疫逃避或更危险的变种病毒的风险并不高 因为那里的病毒没有太大的进化压力 这是因为人群的免疫力太低了 然而这是需要监测的事情 但我认为无论中国做什么 我们都会得到新的变种病毒 中国国家卫健委日前会议纪要中还谈到 卫健委主任马小伟表示 伴随全国防疫措施进一步放松 以及春节期间人群大规模流动 预计更多地方的疫情将快速上升 城市和农村的感染率将同时成长 而农村医疗底子薄 慢性病的老年人很多 一旦感染快速蔓延 局面将更严峻 会议还分析 近日全国疫情整体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预计12月下旬 全国多个省区将陆续进入疫情流行高峰期 而在疫情高峰后的一周左右 将出现重症和非重症高峰 最近美国和德国政府先后向中国提出 愿意立即提供中国先进疫苗协助抗疫 不过北京并没有接受 美国传染病学会发言人阿戴尔贾博士告诉本台 在没有更有效的西方疫苗的情况下 我真的不认为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来结束这场大流行 林小旭博士也告诉本台 中国拒绝接受外国援助疫苗 一方面是领导人的面子问题 而另一方面 由于当前病毒的逃逸能力和极强的传播力 疫苗对于遏制当前的病毒大爆发 还是背水车薪 更关键的还是医疗体系能撑多久的问题 林小旭预计 至少明年前两三个月 中国的疫情状况都会很艰难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北京疫情来势汹汹 许多居民纷纷表示自己羊了 有朝阳区的网民说 北京当地现在等候火化需要一个月 如果缴交人民币三万元 则可以在三到五天内火化一体 不少人批评 这根本就是在发死人才 以下是本台记者古婷的报道 短短二十天 北京全城居民笼罩在疫情蔓延的恐惧气氛中 从医院到殡仪馆 尸体多到来不及处理 多位网民近日拍摄到北京的医院和殡仪馆停尸房的视频 并在网上流传 其中一段视频据说是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太平间内 靠墙的是冷藏尸体 等待运往殡仪馆的冰柜 地面和右侧架子上摆着19具用黄色尸布覆盖的尸体 北京通州居民陈先生本周四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北京全城都是阳性感染者的东西 几乎找不到未被感染的他说自己一家四口都被感染 陈先生还说近20天北京各个殡仪馆门前排长队 殡仪馆车辆被用来存放尸体 死者家属只能把自己家的车改为灵车把遗体送到殡仪馆 在微信朋友圈一位长阳区网民说 殡仪馆没有能力处理突然增加的尸体 这名男子曾支店多个殡仪馆查询他说 太平街门口北京市所有的火葬场的电话都有 他说你打去吧 他说最快也得一个月以后 我刚才打了这个有四个火葬场的 没有一个能通的全都是通话中 我刚才给那昌明那打 昌明说了告诉我们自己去的人都烧不过来 告诉人你在哪区你就往哪个区的火葬场打吧 路透社引述一名目击者称 通州区的一个火葬场 大约40辆零车排队等候进入火葬场 因为停车场已经挤满了车辆 在火葬场内工作人员穿着白色防护服 15个熔炉中有5个正冒出浓烟 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居民可以用私家车将尸体运送到殡仪馆等候 一名自称是殡仪馆员工的人在抖音发布 快速安排林车无需排队火化的消息 火化一具尸体收26000元人民币 有网民炮轰殡殡仪馆内 有人借火化遗体大发死人财 其手法如同核酸检测公司伪造阳性患者敛财 在北京附近的天津 殡仪馆同样遇到来不及处理尸体的问题 网上视频显示 众多死者家属大排长龙领取骨灰 推特网名方舟子发帖 十家装饰原市县殡仪馆 由于连州转烧坏了三台火化炉 本台记者周四致电北京八宝山殡仪馆 东郊殡仪馆等多家殡仪馆 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近日疑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妻子的微博账号 公开抱怨买不到四类药品 战狼丈夫在一线全力炮轰美国 而妻子却在后方拆台的举动 引发网民热议 有学者表示 中国政府被迫紧急放松管控后 导致疫情蔓延 各地缺医少药的困境之下 无人能够在这场政策失误中幸免 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12月19日 疑似中国外交部战狼发言人 赵立坚妻子汤天儒的微博账号 发布贴文 包援自己在放松疫情管控后 买不到防疫药品 该条贴文一出 引发微博网友群起而攻 有网友在评论区里爆粗口 还有网友满口讽刺 美国民间人权组织公民力量 创办人杨建立说 赵立坚妻子的言论 证明了无论是严格封控 还是全面解封 不仅是普通群众 对中国的防疫政策感到不满 精英阶层对此也颇有微词 而他过分地相信清零封控的政策 而把这个政策又和习近平的英明伟大 还有中国制度的优越性都连在一起了 他就骑虎难下 而这个过程中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在核酸检查 完全的封控社会 那么就忽略了各种医疗资源的准备 像赵立坚这样的可以说是中国的高办家庭 最后要面临着缺药的状态 迫于舆论压力 汤天如删除了上述贴文 但20日他再度发帖说 感谢邻居分享的四例退烧药 解决了我们的困难 他还呼吁大家将退烧药 感冒药拿出来 分享给身边急需的人 汤天如此举似乎间接证实了 买不到药的情况属实 杨建立表示 疫情以来中国政府长期对新冠病毒 进行意识形态下的夸张宣传 导致社会无法适应政策急转 从赵立坚老婆这个推 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自己本身也就很恐惧 换句话讲 中国社会上上下下 由于对于防疫政策的非科学 非常识性的这种处理 使得无论是经济层 还是民众 对于疫情的了解都不得当 12月20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冠疫苗援助国 将继续进行国际援助 包括中国 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伸出橄榄枝 以期共同应对这场公共卫生危机 但12月14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明确拒绝了美国的善意 他说中国有举国体制的优势 一定能平稳度过疫情高峰 美国民间政论开悟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赵立坚家属买不到药 证实了毫无准备的解剖以来 连精英阶层都遭遇了求医求要困难 而目前看到的民间乱象 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突然来一个大开放 事前没做任何准备 结果导致这个病 这个病毒的这个空前的大爆发 那其中包括这些上的精英 中国的精英层的人很多 也被染上了病 那这个是他们 当然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那我们看到不只是赵立坚的妻子 其他很多人呢 很多人原来地位很高 也包括一些长期以来 一直替政府辩护 替政府唱赞歌的人 这次都在骂人了 普通群众受困于药品匮乏 已经是常态 中共党内精英及社会名流 也不能幸免 中国著名演员王静松 21日在微博上发帖说 自己的母亲因疫情去世 这则新闻随后冲上微博热搜榜单第一名 引发广泛热议 此外台湾资深艺人黄安 21日也透露自己确诊 高烧不退 随后黄安因疫情去世的消息 在台湾网路上疯传 但遭到了黄安本人辟谣 据路透社报道 德国总统施泰伊·麦尔 与习近平通话表示 可提供数亿只疫苗援助 但遭到中方拒绝 据一份网传的中国卫健委 会议纪要显示 12月1日至20日 中国估算累计感染人数达2.48亿 单日新增感染率为2.62% 该数据还呈现攀升趋势 但截至目前本台尚无法 独立核实上述信息 北京河北等地 最近出现大量新冠死亡病例 超出人们的想象 不少患者出现所谓白肺 也就是肺部出现不同程度的 白色灼斑纤维化 让人质疑 奥米克戎毒株 只感染呼吸道的说法 河北邯郸一区疾控中心人员说 这很可能是奥米克戎和德尔塔变异毒株同时存在 造成较大的破坏性 北京河北等地疫情大爆发 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突然增加 其中不少是老年人双肺受到感染 出现不同程度的白色灼斑纤维化 中国经济学家梅兴玉本周三 在其微博账号发帖说 胡安刚夫人刚才宣布 她父亲今早去世 新冠引发肺炎 胡夫人前几天告知 老人家发病送医院时拨打120近一小时 方才拨通 然后等急救车数小时在医院做CT时 肺已经白了四分之一 所谓白肺是指胸片CT或X光上 肺组织正常是黑色 只有心脏和大血管是白色 但是由于各种疾病各种致病因素 导致两肺液成大片的密度增高 呈现白色 河北邯郸疾控中心 医理性研究员本周四 接受本带采访时说 中国各地突然全面解除疫情防控 导致包括奥米克戎毒株的感染者 快速交叉感染 加速变异 加至德尔塔病毒 依然存在并继续在传播中变异 德尔塔和奥米克戎 两种变异株进入人体后 可同时感染同一个细胞 使得病毒携带两种遗传特征 多位北京网民在微博发帖写道 他们的亲人在医院做CT扫描检查 发现双肺严重感染 出现白肺理性研究员说 最近从北京河北等地的感染者身上 获取的病毒样本中 除了奥米克戎BF.7变异株 还有德尔塔毒株 德尔塔和奥米克戎都掺杂 有不同的病毒嘛 所以你会看到不同的地方的死亡率 是不一样的 北京因为一直封控嘛 所以目前它突然开放 就变成德尔塔 是混杂在这个奥米克戎 据北京日报网站三周前报道 奥米克戎BF.7变异株 是北京本轮疫情的主要毒株 北京幼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 小汤山方舱医院医疗专家李同说 BF.7变异株 是国内奥米克戎家族里 传播力最强的亚分支 其传染性更强 隐匿性更强 因而管控难度更大 而德尔塔变异株的RO值是5到6 奥米克戎的RO值超过了10 其中RO值病毒基本再生系数 是传染病传播的重要指数 目前北京流行的奥米克戎BF.7亚分支 RO值可达10到18.6 北京的医院已经无法满足 大量患者就诊 有家属曾在北京锤阳柳医院 接受救治的一位网民说 根据百度疫情指数中 搜索服务大数据所推算的 全国各城市感染高峰 高峰精度达到10% 根据统计 目前中国有近700个城市 有专家预测 中国新冠死亡人数 可能会急剧上升 至明年可能会超过100万人 不过官方 对患者是否死于新冠的 衡量标准非常严苛 死者不做抗原检测 官方周四公布 前一天的本土新冠确诊个案为 2966例 以现实差距甚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自然而の费序 中國多個城市爆發白紙運動後 官方放寬防疫管控 但同時卻也繼續清算行動 各地都有年輕人被捕的消息 在廣州名為點心的性別權益關注者 楊子晶就是其中一人 點心的媽媽高秀盛接受本台訪問時說 警方拒絕透露拘捕點心的原因 她呼籲大家在享受防疫松綁的自由之際 不要忘記为众人發聲而被捕的年輕人 以下是記者陳子菲的報導 白紙運動過去不到一個月 官方宣布防疫松綁的同時 繼續在多個城市 去捕曾經參與或回關白紙運動的年輕人 包括名為點心的性別權益關注者楊子晶 點心的媽媽高秀盛接受本台訪問 她表示點心在廣州工作與她分隔兩地 平日只是通過電話聯繫 她表示點心被警察帶走當天 她們正在通話當中突然間有人敲門 使她們的對話中斷 沒想到點心就此失聯 高秀盛表示知道點心被帶走後 第一時間坐飛機從老家趕到廣州 再到派出所了解情況 但一直沒辦法了解點心被驅捕的原因 到廣州晚上10點我就直接到派出所了 派出所說辦案民警不在 只是跟我說刑事拘留了 至於為什麼拘留不告訴我 我到第二天早上又去拿那個拘留通知書 她的通知書是5號簽的 但是她沒有通知我 就是我來了以後她才給我打了一份 我當時就問她我能了解案情嗎 她說不可以 我說我知道她為啥進來嗎 她說你也不能知道 你只知道她被拘留了就可以了 就是她給我發的通知是到看守所了 但是她沒有 還在派出所 到第二天我又跟律師又去了一趟 晚上警察還是這樣說 現在人在派出所 沒有會見條件 律師也不能見 高修盛表示 據她的了解 點心是被指 參與在廣州海珠廣場 反對過度防疫政策活動而被驱捕 她表示點心當天是與朋友到現場為關 又說不明白為何防疫鬆綁 大家都自由之後 提出希望解封的人卻要被關押 疫情封空了兩個月了吧 確實已經影響到很多人的生活了 一直不能好好工作 她可能也是因為自己過的也因為疫情也受到影響 可能也是有感而發吧 目的也是為了讓大家都好過一點嘛 她自己也好過一點 只是跟著去而已 也許方法不對 但是她們的心願是好的嘛 現在不是大家都解封了 現在都可以自由活動了 現在大家都在享受這個解封以後的便利 但是還把它關在裡面 高修盛表示自己在廣州人生路不熟 只能每天到派出所和看守所 以及通過律師了解情況 但到目前為止也沒辦法知道點心的狀況 其實我更擔心的是她的身體 一個是疫情 一個是她本身胃不太好 她一緊張會胃疼 也不知道她給他們按時吃飯嗎 也不知道能按時睡覺嗎 幾乎每天去派出所吧 然後那兩天變天了我給她送的衣服 但是警官跟我說 衣服她也收不到 也不會讓她穿 因為不讓穿自己的東西 都是人家裡邊集體的東西 她透露協助她們的律師剛缺診 也在隔離當中 暫時沒辦法評估何時才能安排會見 她也有心理準備要在廣州度過2022年 她表示現在最大的心願是能與點心見面 沒經歷過 我那孩子是個乖孩子 從小就可聽話的 從來沒有干過違法亂級的事 我其實剛開始來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麼嚴重 我就以為直系親叔來了 把他領回來就可以了 誰知道我在這已經待了十多天了 居然連面都見不上 哎呀我現在也不知道呀 就是有人出來 為什麼他出不來呀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根本沒有計劃 都是事情推著我走 哎呀我現在不想那麼多 我只想到快快的出來 哪怕不讓我們再發生 我們回我們老家去都可以 遠離這個是非之地 除了揚紙巾之外 在北京、四川、上海等地都有年輕人 因為出現在白紙運動的現場 被子餐與後圍觀而被驅捕 有寫著被驅捕年輕人的維權人士表示 因為有被帶走的年輕人 手機的通話群組和記錄被破解 群組當中的人也陸續被帶走和傳喚 難以評估因為白紙運動 被清算的確實人數 就押著電台記者陳直飛報導 南京異議人士郭全 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程 判監四年後 決定提出上訴 她的母親作家顾霄 形容兒子的遭遇 為她的晚年帶來痛苦 但仍然盼望有生之年 能夠母子重聚 以下是記者高峰的報導 郭全的母親 年過八十的作家顾霄 12月21日 接受本台專訪時表示 由於健康理由 她和兩名代表律師 均沒有出席20日郭全案一審宣判 據了解 被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判刑四年的郭全 以要求律師提出上訴 顧霄卻認為 徒勞無功是肯定的 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的 郭全曾經在南京師範大學 任職副教授 2007年 他公開要求中國 進行憲政改革 並宣布組建 被視為反共組織的 中國新民黨 而遭當局打壓 大學教職也不保 2008年 郭全因為在網上發表 幾百篇文章 倡導民主和不合作運動 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 判刑十年 控方指 郭全2020年 也就是獲釋後兩年 新冠病毒在武漢肆虐時 以郭全語錄為名 發表了500多篇文章 評論疫情和國情 並表達對現有制度的不滿 上世紀60年代 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顾霄 曾在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 其後在省作家協會從事創作 在採訪期間 顾霄屢次表現激動 在他口中 郭全的牢獄之災 讓他有一個痛苦的晚年 但與此同時 他對兒子仍抱有期待 律師常伯陽相信 郭全遭重判 與他曾因顛覆國家政權罪 被長期囚禁有關 三年前就是當時武漢出現疫情 禁毒的事 他當時就是在這個微信上 對這個武漢當時這個隱瞞這個疫情 他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 就因為這個事已經發展 微博裡面寫了一下文章 就是在上面就認為 他這種行為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不過歷史來說 我們認為這個當時指控那個東西 根本就不成立 可能給他拍四年 是因為之前受到這種罪名被判我 他給他估計是讓那個重犯 讓雷犯重重處理的 郭全已被羈押在南京市第二看守所 接近三年 扣減羈押的時間 預計他將在2024年1月獲釋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高芬香港報導 賀臨時的祈禦 世界贸易组织WTO日前裁定 美国要求香港商品需标注成中国制造的规定 违反了世贸规则 就此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拒绝接受这项裁决 并强调相关规定攸关美国的国家安全 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仲裁小组12月21日裁定 美国要求把香港进口商品标示为中国制造的规定 违反了贸易规则 仲裁小组表示美国的措施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安事务豁免资格 因为美国和香港并未达到国际关系紧急的程度 呼吁美国实施上述措施必须要符合全球贸易规定 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也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不会因为世贸组织的裁定而改变这项规定 依旧会要求香港产品更改产地标注 声明表示美国的行动是对中国打压香港自治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回应 美国也不会将基本安全问题的判断和决策权利交给世贸组织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 维赛尔就支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立场 他表示 我请同事带读他的说法 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损坏了美国的利益 也疏远了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民众之间的关系 中国拒绝了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承诺 但要保留优惠贸易待遇 这是不可能的 鉴于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之后 香港的民主法治遭到破坏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就认为 香港不再享有足够的自主权 特朗普签署了终止香港特别地位的行政命令 结束香港有别于中国关税待遇的地位 美国自2020年11月起 要求所有由香港出口前往美国的产品来源地 标记不能再标示香港 而必须标示为中国 香港政府对此表示不满 向世贸组织申诉 中国及香港方面则是对上述世贸组织的裁定表示欢迎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说 希望美方尊重裁决 香港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也表示 相关的裁决证明美国无视国际贸易规则 曾经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 担任贸易官员的莱茵什就对此表示 美国认为世贸组织无权对成员国的国家安全主张 做出决策 但是目前为止已经两度被裁定违规 他说我请同事带读他的说法 如果美国根本无视该决定 香港最终将被允许进行报复 如果美国提出上诉 香港的报复会被推迟到上诉解决为止 这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因为上诉机构已不在运作 这是世贸组织在本月第二度 驳回美国对与国安事务符合豁免范围的主张 世贸组织在12月9日就裁定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 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 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关税 违反了全球贸易规则 这项裁定同样也受到美国的批评 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周一的一场智库研讨会上 回应关于世贸组织对于钢铝关税裁决的问题时 他就强调 国安政策的合理性属于各国政府自己的责任 戴琪说 像世贸组织这样的多边机构 不应该对主权政府做出的国家安全决定 进行事后批评 我认为这项裁决让世贸组织如履薄冰 这确实挑战了该体系的诚信 在周三的裁决出路之后 美国可以在接下来的60天内提出上诉 不过美国在2019年 就背个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人事任命权 导致上诉请求没有办法获得审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 华盛顿报道 12月22号 国际互联网信息审查观察网站 greatfire.org发布调查报告披露 美国苹果公司为了企业利益 协助中国与俄罗斯等极权政府 在应用软件商店中进行审查 将涉及突破网络封锁的虚拟专用网络 也就是VPN 以及有关外国媒体 少数民族LGBTQ 加性别多元等内容的软件下架 限制当地民众获取信息的权利 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元元 对这份报告主任伊斯梅尔的专访 本周四 国际互联网信息审查观察网站 greatfire.org发布了两份报告 报告重点关注 美国苹果公司基于经济利益考量 配合俄罗斯及香港政府 在应用软件商店中进行信息审查 将不利于当地政府维稳的软件下架等问题 这其中包括了在乌俄战争爆发之时 苹果公司下架了在俄罗斯的财经 商业 外国媒体和虚拟专用网络软件 以及苹果公司受到北京当局 和香港地方政府压力 在香港下架虚拟专用网络 和私人浏览器等 伊斯梅尔先生您好 谢谢您接受采访 请问您可不可以谈谈 greatfire.org发布这份报告 想要达成的诉求 我们自2019年开始 关注苹果公司 在应用软件商店上的审查制度 通过观察苹果公司 在全世界175个地区 经营的应用软件商店 我们致力于研究 哪些软件被苹果公司下架 以及下架背后的原因 我们发现 软件下架 时常是因为威权政府命令苹果公司这么做 苹果公司就照办 我们发表这份报告 是希望能够激起外界 对苹果公司配合 威权政府进行信息审查的关注 像是在中国及俄罗斯 民众有很多软件没有办法使用 这都是基于两国政府的要求 您可以向我们谈谈 苹果公司配合北京政府 在中国下架应用软件的情况吗 中国的应用软件商店很特殊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系统性 将所有同类软件进行屏蔽的地区 在中国的应用软件商店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虚拟专用网络 可以供民众下载 全世界只有中国是这样的 这种系统性下架行动 起初发生于2017年 当时苹果公司向美国众议院承认 它在中国的应用软件商店 下架了数百个虚拟专用网络软件 另一方面 苹果公司也下架了藏语应用软件 LGBTQ加性别多元应用软件 上述应用软件被下架 大多都是配合当地政府的命令 纽约时报甚至披露 苹果公司设有关键字黑名单 导致相关软件 只要提到特定词汇就无法上架 所以如果有人设计了 和天安门事件相关的应用软件 就会触及上述关键字 而导致无法上架 您的组织有尝试联系苹果公司 请他们针对审查问题 做出回应吗 苹果公司始终保持沉默 当中国爆发抗议事件时 苹果关闭了隔空投送功能 以防止抗议者彼此联络 对此苹果公司也为对外界质疑 做出正面回复 就算苹果公司进行了回应 他们说的也很少 苹果公司不是说这是苹果内部的政策 就是说它必须要配合当地的法律 针对应用软件商店审查的问题 我们有写信给苹果公司 不过苹果公司从来没有回复过我们 您可以进一步谈谈 中国政府与苹果公司之间的互动关系吗 我们确定的事实是 如果政府想要拿下相关应用软件 他们会跟苹果公司联络 接着苹果公司就会联络 苹果软件开发商 告诉开发商 它的软件违反当地法律 因此要将软件从应用软件商店下架 如果开发商想向苹果公司上诉 他就会叫你直接联系 当地政府的有关部门 苹果公司并不会站在中间 帮开发商与政府沟通 谢谢您今天接受采访 以上是本台记者唐渊源 对Greatfire.org 苹果审查报告主任 伊斯梅尔的专访 伊斯梁尔的专访 今年的12月21号 是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50周年 两国领导人当天互置贺电 同时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还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 举行了外交与战略对话 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今年来 由于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 导致双方关系急剧下滑之后 中澳两国关系 真的能够由此重启 并继续向前吗 以下是记者凯迪的报道 我很高兴在澳中建交 即将迎来50周年之际 在此向你们表示最美好的祝福 在12月20号推送的一段视频中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称 当年惠特拉姆工党政府 决定与中国建交是个正确决定 从那以后 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也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 阿尔巴尼斯还在推文中说 澳大利亚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 在能合作时进行合作 在必要时保持不同意见 并在国家利益上进行接触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 同澳大利亚总督赫尔利和总理阿尔巴尼斯 就中澳建交50周年互制贺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同阿尔巴尼斯互制贺电 同一天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北京 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第六轮外交和战略对话 并就对话成果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澳大利亚外长四年来首次访华 也被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解冻的迹象 联合声明中称 双方同意中澳关系应符合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在此基础上管控分歧 声明还列出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 启动或重启对话沟通的六个领域 其中包括双边关系 经贸问题 领事事务等 黄英贤此行被中国吹捧为 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的机会 王毅在会中称要推动中澳关系回归初心 校准航向 重整形状再出发 近年来中澳关系持续恶化 尤其是在2018年 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和中兴 提供5G网络设备后惹恼北京 同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与扩张 对香港 新疆和西藏的人权侵犯问题 均导致双方关系渐行渐远 2022年 在莫里森政府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国际调查后 中国立即透过关税和贸易禁令 对澳大利亚商品展开报复 并冻结高层接触 此外 中国还关押了澳籍作家杨恒均和记者程磊 这让双方关系雪上加霜 不过 自从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 双方关系逐渐解冻 11月中旬 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 习近平与阿尔巴尼斯举行了两国领导人 自2016年以来首次双边会晤 据法新社的报道 黄英贤在本周三双边对话后对媒体表示 他在对话中提出了人权问题 包括被北京关押的程磊和杨恒均 黄英贤呼吁两人应尽快与家人团聚 并说他在推动领事官员获准和他们接触 黄英贤还说 他还表达了澳大利亚对遵守与尊重人权的原则性看法 这适用于澳大利亚对新疆 西藏和香港的看法 他说双方还讨论了消除贸易壁垒 并说这是最符合两国和两国消费者利益的事 对于中澳两国最新互动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 告诉本台 谢田分析 现在中国经济状况因疫情风控而严重恶化 在高科技领域又面临美国压力 因此北京需要利用建交50周年为契机 改善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以挽救经济 虽然阿尔巴尼斯在视频中说要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 但谢田表示 谢田预计中国很可能会在成磊和杨恒均案上有所让步 拿人权做交易 澳大利亚当然也希望保持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不过长远来看 谢田认为中澳关系可能不会有实质性突破 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华斯特也告诉本台 从澳大利亚角度来看 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和中国重启关系 而只是要保持对话沟通 澳大利亚作为整体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断增长的威胁 与他们进行接触的困难性 我看到的他们的方式就是试图寻求稳定 因为他们不想让澳中关系持续恶化 他们寻求稳定 但也愿意在一些问题上抵制中国 华特斯说 目前阿尔巴尼斯政府在对中国政策的基调上 与拜登政府相似 愿意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但也准备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军事影响力 提出更多批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从广播到网站 再到推特和Facebook 自由亚洲电台感谢您25年来不离不弃 相遇是久别重逢 从Spotify到Google Podcast 再到Apple Podcast 我们在各大播客平台等您 再续前缘相守相依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中国的防疫骤然松绑 求诊压力及群居感染 导致首都北京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 根据官方以及网传的信息 山东湖南以及江苏南京已经派遣大批的医护人员紧急前往北京支援 据悉 在三个支援北京的团队中 山东团队的规模最大 人数多达500人 也是唯一能够看到公开信息的援京团队 据中央社22号发自北京的消息 一份网传中国国家卫健委21号的会议纪要显示 根据估算 中国20号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直逼3700万人 呈逐日增加 12月1号至20号累计感染已经达到2.48亿人 占总人口的17.56% 会议纪要还显示 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 北京四川疫情分居第一第二名 累计感染率已经超过50% 介于20%至50者 以此为天津湖北河南湖南安徽甘肃和河北 据路透社22号消息 健康数据公司Airfinity估计 中国每天可能有超过5000人 死于新冠肺炎 这与北京关于当前疫情的官方数据 形成鲜明对比 这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公司表示 它使用基于中国地区数据的模型 得出的数据也表明 中国目前的每日感染人数超过100万 他在一项声明中说 其估计以官方数据形成鲜明对比 官方数据报告过去一周 有1800个病例 官方死亡人数仅为7人 日本航空自卫队22号表示 航空自卫队小松基地所属的F-15战机 与美国空军的B-52轰炸机 于20号在日本海上空进行联合演练 日媒指出 一般认为 这主要是为了牵制中国和俄国 听众朋友 这次地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